各位朋友好 在不知不觉当中 圣诞节来临了 在不知不觉当中 圣诞节又过去了 在耶稣降临后的 两千多个圣诞节当中 这一天 应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 却让圣诞节变得不同寻常了 据报道 多个地方都传出 要求禁止过圣诞节的指令 尽管今天的圣诞节 已经充满了商业气氛 但是当局依然还是担心 引发人们对基督教的兴趣 为此捣毁圣诞树 举行反对圣诞节的游行 甚至还有小学生宣誓 抵制圣诞节 这些现象的背后 显示出当局难以掩饰的政治意图 虽然中共的统治还在强力维持 但中共的那套理论 却早已为人们所唾弃 尽管他们一再高喊自信 让大家看到的却是极端的不自信 中共统治中国几十年 可以说竭尽权力在破坏我们这个社会 在破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但是这个社会的不平等在扩大 这个社会的矛盾在日益尖锐 不要说那些在行业里被驱逐的 所谓的低端人口 就是那些拥有了财富 拥有了地位的人 也未必能够感到平安 人的软弱是与生俱来的 人不愿意忍受孤独 这也是与生俱来的 不仅普通民众需要宗教 就是所谓的强人美人 在他们内心深处 都会有无法克服的软弱和恐惧 他们同样需要宗教的安慰和指引 正因为如此 在这个越来越混乱的年代 越来越多的人去寻求内心的平静 这种出自人本能的追求 使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 宗教无疑能够给予人们这种平安 或许这就是这些年代基督教 以及其他宗教不断发展的深层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说 基督教是通过拯救每个人的灵魂 来拯救人类 他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改变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方式 来改造世界 基督教是通过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来改变社会 而不是通过制造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来重塑社会 可以说 基督教是一种相对平和保守的力量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圣诞节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 它象征着和平和希望 当局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打压不仅荒唐 而且注定是无效的 今天中外交流越来越频繁 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当中 我们根本就无法与基督教文化进行分割 我们学习牛顿定律 难道我们就能对牛顿的生平一无所知吗 牛顿不仅对科学有重大的发现 牛顿还用一生的经历研究了神学 我们知道发明飞机的怀特兄弟 难道我们能忽略他们做主教的父亲吗 正是这位父亲在外出旅行回来时 给怀特兄弟带来了一个会飞的玩具 引起了他们对飞机的兴趣 我们在读呼啸山庄 简爱这些名著的时候 我们难道不想去了解 伯朗特三姐妹的家庭吗 我们可以不知道三姐妹的牧师父亲吗 正是这位剑桥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父亲 在极端贫困的生活当中 教导孩子们读书 还给他们讲故事 使他们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一切我们可以不知道基督教吗 文革当中 毛泽东还曾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隔离 发表过声明 其中就提到了马丁路德金牧师 不知道基督教 我们能够理解马丁路德金牧师的经历和思想吗 毛泽东的两个儿子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刻 就得到过牧师董建吴的救助 所以说这个董牧师后来加入过中共 但是他毕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神学士 难道当局能够抹掉这一段历史吗 就在习近平给出的那个书单当中 像托尔斯泰的复活 托斯特艾夫斯基的罪与罚 雨果的悲惨世界 93年都弥漫着强烈的基督教宗教气氛 从中随处可以看到基督的教诲 难道当局准备再次像文革那样 将这些西方名著都变成禁书吗 习近平悬要那些包括大量西方名著的书单 向世人展示他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领袖风采 然而习近平今天的作为 不禁让人们怀疑 他是否真的读懂了这些书 甚至让人怀疑 他是否真的读过这些书 否则那些震撼人心灵的情节 所闪耀的宗教的光芒 怎么就对习近平毫无影响呢 就算那些深刻的思想 他不能理解 难道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他也能无动于衷吗 中共对圣诞节的打压 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今年却格外的严厉 这或许反映了中共 19大之后的政治走向 在反制反文明的路上 越走越远了 从习近平个人来看 当他的权力更加巩固的时候 他的江山意识 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担心 失去对国家的控制 当然 在习近平随心所欲的时候 也是他真是面目大暴露的时候 从他一系列荒唐的政策当中 让人感到习近平 似乎有一种政治自闭症 他至今好像还完全沉浸在 文革的世界里不接受任何新的思想 新的信息 毛泽东那一套统治策略 显然在习近平的思想里再现了 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打压 可能正是源于他那种封闭的自我意识 当局打压基督教 一方面可能是处于对宗教的恐惧 另一方面可能是处于对基督教的仇恨 中共号称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党 荒唐的是 这个高举无神论的政党 却在一直前方百计的神话 他们的党魁 基督教是有神论的宗教 但是基督教却不会承认 世俗社会任何人是神 包括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独裁者 也不可能是神 在这个意义上 基督教是独裁者制造个人崇拜的巨大障碍 基督教排除了神话任何独裁者的可能性 可以说 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是中共愚弄人民的天敌 特别是当中共统治集团 在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的时候 基督教尤其会成为中共的敌人 当然像所有的宗教一样 基督教不仅是一种信仰 基督教也是一种天然的组织 对于中共而言 他们不仅惧怕真正的信仰的力量 文化的力量 他们更加惧怕任何组织的力量 他们对官方教会的控制 对家庭教会的打压 凸显了他们对基督教组织的恐惧 中共对官方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不同态度 可以说代表了阴谋和暴力的两手 中共一方面是阉割教会 让教会失去最本质的东西 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的中国化 基督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相适应 这样的教会不仅失去了 让百姓在精神家园寻求庇护的可能性 而且成为独裁者灭绝宗教的工具 而另一方面 中共摧毁家庭教会 打压真正的信仰 试图让家庭教会彻底消失 其实这也从反面提醒我们 坚持纯正的信仰 就是反抗中共暴政的有利行动 中共在统治中国的这些年当中 犯下了无数的罪恶 也给中国社会制造了无数的矛盾和冲突 当前社会上充满了怨恨和戾气 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长此以往 社会将无可避免的走向溃烂 就是中共统治集团他们自己也知道 中共的完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对此已经没有任何疑问 对于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来说 如果顺利的转型 让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以及在转型过程中 最大限度的避免混乱 减小所付出的代价 这显然还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从东欧南非以及韩国的社会转型来看 基督教在维持社会秩序 化解人们的怨气和仇恨上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基督教文化为中国的未来的转型 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旦中共的统治崩溃 或许中共的统治集团可以逃离中国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 包括绝大多数的普通的中共党员 和一般干部而言 他们肯定会面临一个冲突和混乱的社会 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 在灾难来临的时候 无疑可以帮助民众建立一个自己的庇护所 安抚民众苦难的内心 平息民众愤怒的情绪 重新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重新建立人们之间的信任 重建一个人人相爱 而不是人人相害的社会 然而我们看到中共一直在倒行逆施 在竭尽全力地打压各种宗教 中共是在排除一切可以促进转型的因素 毒死任何可以和平转型的道路 从统治集团对宗教的打压上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极端的自私和残忍 他们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 不惜毁灭社会败坏人心 他们可以纵容一切邪恶的存在 却不能容忍百姓一个和平的信仰 他们宁愿这个社会烂下去 也不允许人们获得心灵的抚慰和拯救 统治集团今天对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打压 不仅是在与百姓为敌 实际上也在坑害他们的追随者 在这个混乱和喧闹的国度 已经无处可以安放我们的心灵 独裁者不仅要控制我们的身体 还要控制我们的精神和思想 只是独裁者这种狂妄注定是徒劳的 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直接来自于神 他原本就应该是自由的 在这个充满冲突和灾难的世界里 愿神赐给我们平安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谢谢各位 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